獲得五枚甲殼硬幣 他直接給我五個 五枚硬幣欸 喔 五枚雜 雜耳望硬幣 膠囊硬幣五個 布丁硬幣五個 給我這麼多喔 熟悉之前我們可以用手上的 練習用的核心幻光球來玩 練習用 講中文你都聽不懂 這麼可憐喔 來了來了來了 現在要開始玩了啦 歡迎來到破解幻光球的世界 破解幻光球是指在時間內 將桌上的十六枚硬幣 加以組合做出桌面中央核心幻光球 所損失出來的核心數字之倍數 所以十六枚硬幣相加 要是三的倍數是不是 是這樣子喔 欸 核心幻光球 什麼是核心幻光球 以下說明破解幻光球的遊戲不可或缺的核心幻光球 然後硬幣四項 中間的就是核心 核心幻光球的數字 核心數字 核心數字範圍是一到九 本利中為三 核心數字就是三 參賽硬幣 參賽者所屬所有硬幣 將此 將使用此四枚硬幣進行遊戲 若未此有參賽硬幣 則無法遊戲 玩破解幻光球 最少需要四種硬幣 參賽各一枚 四種的硬幣各一枚 使用參賽硬幣 比賽結束後會消失 但參賽硬幣可實得 或是在比賽中獲得 此外多餘的硬幣 也可以由 或什麼硬幣選擇畫面出售 有點像 基本硬幣 設置在硬幣周圍的 十二枚硬幣稱為基本硬幣 可與參賽硬幣組合使用 換句話說 桌上共設置了 參賽硬幣與基本硬幣共十六枚 這些硬幣分配了一到九的數字 做出核心的倍數吧 基本玩法是什麼 玩 遊玩破解幻光球時玩家的目的 就是藉由 組合硬幣數字來做出 核心幻光球的倍數 那麼我們試著實際操作看看吧 要實際操作了嗎 核心數字顯示八 八 所以我們要有八、十六、二十四 要做出這些數字出來 注意上面有輔助視窗 合計Number顯示由玩家組合出來的數值 然後下一個什麼 下一個Node 顯示核心的倍數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讓它合計成這些數字 目前還未選擇任何硬幣 顧合計值為零 核心數字為八 顧下一個顯示倍數為八、十六、二十四等 下個倍數 本力為八的數字 八、十六、二十四任一個數字 玩家可以從最初的硬幣選擇一個 什麼 此狀態時 輔助視窗會顯示正在選擇的硬幣 我們先選擇五為參賽硬幣吧 我們選擇了五 選擇五的選擇狀態 合計顯示為五了 一旦選擇參賽硬幣 直到倍數加上 什麼 倍數完成為止 都無法重來 選擇硬幣參賽之後 接著就周圍的硬幣 開始選擇喜歡的周圍硬幣 現在開始選擇基本硬幣 要八、十六、二十四 所以 八、五加三等於八 所以就五加三 五加三等於八 一致了 這樣就破解核心了 這樣就成功了 這樣就成功了 玩家重複上 重複過程 那麼剛剛選擇的 數字為 數字三 那如果選擇一會怎麼樣 加起來就是六囉 接下來要選擇數字二的基本硬幣 這樣就消掉兩個是不是 要把所有硬幣都消掉嗎 可是我們目的不是要湊出八、十六、二十四 這樣也完成破解核心 剛才綠子中可以用 用來破解核心的硬幣是兩個 這次的綠子則是三個 這樣子 要多運用硬幣來解核心是玩家的自由 如果選擇數字五 那選擇六會有什麼結果勒 加起來是十一 還沒到 超過了 超過 就會以下一個為目標 只要合計為十六就可以破解了 原來如此 對 灰色會消失 金色不會 金色是我們持有硬幣 可是金色不能換啊 要達到這個數字 要用什麼數字來破解都是玩家的自由 不過 若不加思索用掉太多硬幣 會對接下來的遊戲造成不利 因為一旦破解核心使用 所使用的基本硬幣就會消失 不過參賽的硬幣會留下來 消失的基本硬幣當然就無法在使用前多注意 不過過了一陣子就會再度復活 他們就可以自由選擇了 另外 消失的不極限於使用過的硬幣 就算不使用 基本硬幣也會消失 基本硬幣有一定的壽命 不使用也會消失欸 不使用也會消失欸 一個數字最幾 數字1的基本硬幣是最年輕的硬幣 而數字9的基本硬幣很快就會消失了 數字9的很快就要消失了 隨著遊戲進行 基本數字會逐漸往上增加1 數字為9的硬幣則會消失請注意 以上極為破解核心的基本概念 所以數字1會一直長大一直長大長大 長大到9 啊就死了 9以後就會死 原來如此 回合是什麼 基本玩法我們會了 關於回合的說明 關於回合的說明 對阿簡單的遊戲講了卻這麼多 破解核心的地方是 由複數回合共成的 所以我們現在有什麼 15回合消耗20回合 欸這什麼意思 注意上方的 tuna tuna 是回合顯示 上面是回合 第一個是回合 顯示由15個回合構成 比賽中的第一回合 現在核心數字為3 所以用核心數字 硬幣為核心數字1的參賽硬幣試著破解 他破解 他破解之後勒 破解完了 破解核心 這為第一回合結束 第一回合結束後 第二回合就開始 喔 所以我們要15回合欸 就這樣 反覆 破解核心 推動回合 循序漸進 現在已經到達第15回合了 因為比賽共有15回合 因此15回合就是最終回合 試著通過最後一回合吧 核心數字為9 5加4嘛 對不對 5加4 這裡有4嗎 沒有31要了 3加1 3合1 3合1 欸 解鎖 就這樣 然後咧 5加4加 5加3加1 等於9 唉呦 最終完成 這個比賽可以結束了 比賽結束就會分出結果 關於判定勝負的方法 會個別再說明 在此先結束回合的說明 欸 就這樣喔 所以他不只要破解一次欸 他要破解好多好多次 你看他有15回合 就要破解15次 如何判定勝負呢 怎麼樣就算輸了 怎麼樣就算輸了 看起來好像不容易輸是不是 怎麼樣就算輸了 接下來說明的是 決定破解幻光球的 勝負條件 在比賽中獲得 在比賽中獲勝 根據遊戲中的行動 可獲得各種不同的獎勵 相反的 若失敗了 則四枚參賽必都會被沒收 喔不要 不要沒收 為了在破解幻光球中贏得勝利 只破解一次核心是不夠的 必須在最終回合多破解幾次才行 以15回程構成的比賽來看 若15回合結束 使沒達成基本消耗量 也就無法獲勝 基本消耗量 那是什麼東西啊 在遊戲中若無法做出 這個玩家當下就會落敗 喔 48欸 試著破解 用來破解核心的基本硬幣 會從桌面上消失一段時間 都消失了 用來破解核心的 欸消失了 前一回合用掉太多硬幣 剩下的硬幣就會變得很少 這樣就失敗了是不是 如此一來 下一回合 能選擇的硬幣就太少 要破解的核心就會變得很困難 現在 合計為19 核心數字8 所以 可將 目標 定定 合計以24為破解 24欸 然而 現在只能選擇 1的 基本硬幣 欸 19加1等於20 加3等於23 無法達到24的目標 那要怎麼辦 那就輸了 無法做出倍數 此時 玩家注定落敗 注定落敗了 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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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輸了 欸 怎麼要算基本消耗 這好像跟水痘球一樣 我記得我在水痘球的時候也講解了很久 都在講解水痘球有沒有 關於基本消耗量的說明 用來核心解 欸 回溯 什麼東西 用來 破解核心的基本硬幣 會在專面上消失的時間 所以希望 能用越少硬幣來破解核心越少 不過 每一場 每一場比賽中也將有一定的數量消耗的義務 喔 所以我們要消耗20個硬幣才能算過關 沒有消耗到20 不能過關欸 所以不是說用的少就好 還要用到 剛要20個 像15回合 要用掉20個 這樣才算過關 才算成功 在最終回合數 結束前非用掉 不可的硬幣數 這就是基本消耗量 基本消耗量會顯示在左上方 所以 所以你沒有用到20個 即便你15回合通通都過了 欸 一樣 一樣算不行 一樣落敗 右側的數值 表示基本消耗量使不為20 也就是說 在15回合中必須消耗20個硬幣 左側的數值 玩家 玩家本次消耗的硬幣數量 欸 尚未消耗掉任何硬幣的數字 為0 為了破解核心 而選擇了一枚基本硬幣 因此 消耗硬幣數增加1 每選擇一個基本硬幣 消耗數就會變增加 不過 只有選擇基本硬幣時 消耗硬幣數才會增加 即使用參賽硬幣來破解核心 也不會消耗 但對於達成基本消耗目的 當然也沒有幫助 換句話說 只用參賽硬幣來破解核心的話 無法達到基本消耗量 所以不能光用金色 一定要用掉銀色 銀色一定要用掉20個 金色 金色之後可以慢慢用 當消耗硬幣讓 玩家就可以獲勝 比賽就結束了 唉唷 這樣就獲勝了 贏了 所以要在15回合之內 消耗20個硬幣是不是 相反的回合終了之後 未能達成基本消耗數 就失敗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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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目的是要 破解核心達到消耗數 原來如此 牛肉 唉唷 看了還是有用嘛 終於了解他在玩什麼了 好不好 不了解怎麼玩 由於使用過的硬幣會消失 造成下一回合 可以使用的硬幣速減少 但產生 產生無法破解的危險 選擇硬幣時 必須連下一回合都考慮 以上就是基本消耗量 到此說明到此為止 喔喔喔喔喔喔 結束了結束了 時間限制是多少 關於時間限制說明 不就60秒嗎 60秒 破解幻光球異常品戰 由復速構成 每一回合都設定了時間限制 走上的數字 決定每個回合是核心的數字 60秒 這個核心的限制是60秒 60秒內解開就OK了 所以不是每一次都是60秒耶 喔喔喔 不是每一次都60秒 開始倒數 喔喔喔時間在跑了耶 喔喔喔喔 時間到了玩家就落敗了 時間到了玩家就落敗 當核心幻光球的限制時間較短 就必須做出迅速的判斷 不要這麼逼人嘛 到此結束了 好了返回 勝負判定活化 什麼是特性 還有特性 還有COMBO 為什麼這個遊戲有COMBO 說明硬幣所擁有的性質 基本性質是什麼東西 基本性質 基本性質就是硬幣所的潛在力量 硬幣還有潛在力量喔 硬幣還有特性耶 硬幣還有特性 不是單純的數字加一加就好了耶 還有什麼特性 硬幣特性 此一 基本數字3沒有特性 基本數字 這個有耶 加50G耶